嘿嘿嘿,好开心啊 这种生活可真惬意 我叫小月,来自大自然中一个水精灵 我还有个姐姐,她也是水精灵 我们为什么来到人类世界 是因为人类世界污染了自然 所以我们迫不得已来到人类世界 咦,那几人叔叔是谁啊 他们好像有什么事情 那我先过去听听吧 如果我能帮得上,那就帮他们吧 喂,你有几个 给我分头行动,寻找那两个水精灵 哦,为什么提到了我们姐姐 不行,得把这些水精灵 姐姐不好了 我刚刚在上面玩的时候 我听见有几位叔叔说 要寻找我们 我想问一下那几位叔叔是不是我们的亲戚啊 哈哈哈哈,小月 那几位叔叔不是我们的亲戚 只不过他有事要来找 我,孙悦 这样吧,小月,你躲到那个衣柜里 待会姐姐就给你变个魔术哦 好呀好呀 妹妹最喜欢跟姐姐玩这种的啦 谢谢 我告诉你们 我不会把我妹给交出来的 而且你们也别想找到她 啊,快乐化成什么事了 不会的,不会的 肯定是我都想的 姐姐不会再给我弄个大几起吧 啊,为什么 什么呀,姐姐让你听我 不是说要跟我变魔术的吗 魔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嗯,不要睡会儿笑 睡会儿跳这些都不真实了 姐姐应该也会回来的 可是长大了也没有如愿 我叫小月 来自大自然中的一位水精灵 原本我还有一位姐姐 但是小的时候她就离开我了 听闻人说 有一种魔叫做恶魔 他们经常去大自然抓那些精灵师傅 导致我们这些精灵从此来到人间 姐姐你走前还给我留下了一座雕像 好像有很大的用途 所以我要利用那个雕像 寻找发过水精 然后就可以获取很大的能量 相互动魔 你神像啊 你神像 你告诉我水精在哪里 听听水精灵光虫 水精的F337像 好的 谢谢你神像 好 这么快就找到了一个水精了 这样还挺好 那现在就开始寻找吧 希望能顺利点吧 那些魔魔可真狡猾 把水精到处分散 也不知道他们这样做 一出是什么 楼上应该没有学生在上课吧 希望没有 而且体动也不要惊扰了那些学生 先挨个挨个找吧 嗯 没有 那应该就在另一间降室了 小水精 我找到你了 现在就收入囊中吧 那现在就赶紧走吧 免得恶魔手下来了 不好 恶魔的手下来了 得赶紧躲起来 喂 恶魔大人 那个水精已经被人拿走了 想必应该还会有水精呢 哦 好的恶魔大人 那个水精灵应该走不远 嗯 好的恶魔大人 哦 终于走了 现在赶紧回到水精里吧 等等 我怎么看到了熟人 不行 再去确认一下 呵呵呵 为什么 坏人把我的解了 为什么还逍遥法外 不是凭什么 先等一会儿吧 听听他们的对话是什么吧 喂 恶魔大人 听紧任大病说 还有一个水精灵 话说他的姐姐 你不用等紧 他的姐姐多次也欢 至于那个程度 你能给我算吗 好 不可 所以恶魔要出来了 被赶紧回起来了 恶魔应该走了吧 现在把那个女生给给走吧 我必须要好好去问他 我的姐姐在哪 说 我的姐姐到底在哪 要是不说 小心 我先把你给办了 还说先把我给办了 你也不看看是谁先被办 呵呵 先把这个恶魔的手下 给带回水井吧 必须要好好质问他 先把这个水晶给放一下箱子里 现在就把那个女生给 关起来 另外我还要问一些事情 快说 你们到底把我姐姐怎么样了 要是不说 信不信我把你 噢噢噢噢 有些大人 我只是恶魔大人手中的一位棋子 你的姐姐我也不知道 可是谁又知道你们这些人老不老是 你说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 这样吧 你告诉我水晶灯啊 我先去煎灯 并且我还可以相信你 嗯 水晶是在冰雕尖子那里 啊 这个命运也能挂得起来 呵呵 看来他还真心动我手下的一枚棋子 但是他有些话也不可信 现在搜索冰雕店在哪吧 呵呵呵 终于找到冰雕店在哪了 太好了 现在赶往冰雕店吧 等等 先去画皮士姐姐那边换个皮吧 免得被冰雕先去看到了 不知道画皮士姐姐自己好不好呢 呼 终于到画皮店这里了 现在就进去吧 画皮士姐姐别来无恙啊 就是姐姐我想换一个皮 你要的东西我会给你带的 呵呵呵 妹妹跟我客气啥呀 要换什么皮 嗯 即便吧 姐姐 只要不要被别人看到我的真身就行 那好的妹妹 那你先躺好吧 哼 那就做好了 让我照一下镜子 嗯 不错不错 姐姐 嗯 想念你也知道我的姐姐吧 现在我就抓那些人 抓到那些女生 我就把那些人送给你好吧 哎哟 妹妹等我客气啥呢 哈哈哈哈 没事的 没事的 都是应该的 现在就去找那个冰雕先子吧 哈哈哈哈 待会就有好戏看了 哈哈哈哈 待会又有好戏看了 不知道那个人 他说的是真是假 还是自己来验证吧 不知道冰雕师 他会不会和我摩那样 没 算了 你不猜想了 还是自己证实一下吧 啊 原来这就是冰雕师 你好 姐姐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冰雕啊 那当然了 小妹妹 啊 这个妹妹她好柔的啊 把她给做冰雕 肯定很爽吧 哈哈哈哈 嗯 姐姐 我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来 我是水精灵 是要你的命来的 要让你来尝语 并且我还要拿一样东西回去 嗯 这里有容子 想计这个冰雕师是杀害 无辜的人吧 哭 终于拿到水精了 但是 为什么这里有个恶魔的冰雕 那另一个为什么没冰雕 为什么恶魔要摩紧皮 哭 现在就是香水店那 刚刚无意间看到墙上边的香水店 终于到了 现在只能美妆一下了 你好 花丁姐姐 嗯 你就是那个冰雕姐姐吧 你妹妹在里面 帮我好的 哦 这就是她妹妹吧 姐姐你来了 话说你怎么换身衣服了 还有你让我办的事 办好了 哦 好的 谢谢 姐姐你的声音怎么变了 哈哈 我最近喉咙不舒服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回去了 哦 好 姐姐怎么变了 哦 呵呵吧 你怎么可能不会变呢 哈哈 现在就去酒店吧 那个恶魔 他一定会来酒店 对你做什么事啊 刚刚在冰雕店 听冰雕师说 这个恶魔他开了房 但是不知道房间号是多少 去问一下前台吧 你好 小姐姐 你知道恶魔大人的房间号是多少吗 我是他夫人 原来是恶魔大人夫人啊 房间号 XX2 哦 嘖嘖嘖 谁是他夫人啊 真恶心 查查那个恶魔的电脑吧 说不定还能知道到一些线索 恶魔的电脑的电脑 我还觉得有点可怜呢 哦 则则则 好厉害呀 也真不知道恶魔大人怎么看上这里的 果然狗难以的真是一对 哦 老板 我已经發大了 预警 能不能进入 进入一步 哦 但她一直得到自己的情报 在这里 对她经历 为我便宜需要 啊 可怜 只能随便 才能随便 哭 得干净走 不然免得被发现了 现在就回水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